是不是也对我们的中国的选手造成一点点这种心理的压力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不太会 就是因为 表现上看确实好像没有太大 因为拜尔斯他最强的项目 在他的整个实力门并不是他最强的 就是比如说跟他的这个自由体操啊 跳马这种绝对的难度的这样的一个 霸主型的一个状态来讲 他的平衡目并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所以从对于管成人来说 其实拜尔斯的回归可能会觉得有一个强劲的对手 但是也不是说那种绝对的撼动 没有人能和他比的一个状态 是 那最终这个老江也是 第三 他说过去做的对手